这一艘德国邮轮在波罗地海沿海起火之后 附近的海岸搜救队以及消防队立即的出动 包围了邮轮来洒水灌旧 所幸火势是没有继续延烧 船员七名也通通都救出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根据了解这一艘邮轮当时 载有大约640吨的石油 火势被扑灭之后 已经拖船拖到了附近的港口 但是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